頭頂髮長的困擾 旅行生活繼續 這邊是一個火車的交會處 到站 火車是停在馬路中間 我們到了馬哈恰 火車的總站 所以它裡面備用火車都在這邊 火車站的出口就是市場 完全部份 可以騰車來購買 好 我們生醜 再給我們一杯 一杯 馬哈印 一杯 由這個一杯 它是韓國空間 都有 同樣的蝦不同的價格 應該是尺寸的問題 前方就是坐船運渡輪的位置 他可以坐到往美工市場的火車 碼頭 我們要去搭船嗎 好啊 對面跟這邊的空氣完全不一樣 是喔 小心頭 好 怎麼會這樣 很漂亮啊 他就直接直直往前開 然後他兩邊就會讓開 然後會繞個巴子 你看這波浪 哈哈 呵呵 哦 準備到站 不過這個頭啊 稍微咬住一下 你看這個高度一定會頂到頭 好準備下船 渡船頭出來之後就一直直走 這個壁畫好漂亮 三輪車 這邊就會有一個招牌 是往另外一個火車站的方向 這邊就會有一個招牌 關於海鮮的產品 都是乾褲 不過都是海鮮的乾褲 魷魚 小捲類 這邊算是一個遊客中心 然後教你如何探訪這個社區 大概走路路程 接近三分鐘吧 現在看到火車的那個招牌 這是火車站 這是火車站 從這邊搭火車 可以到美工市場 他每天就四班火車 對 沿著火車鐵軌走上 我們要搭這個船來了 哇哦 可以看河岸的區域 來這邊自由行的話 應該都是要搭乘公交船 坐渡輪到對面去 這個廣場 有一個 倒是中文字的龍仔錯 城隍宮古廟 這是火車站 售票數 現在外面下雨 現在外面下雨 哦哦來了 因為前面是單軌 所以我們要等這一列火車過來之後 我們才可以往前行駛 對面的人都好友善喔 這邊的人都好友善喔 旁邊有一個鈕可以開門嗎 是嗎 有� 跑出來 有一個小子 好這麼 gosta